环游国际旅行社董事长李沃一耀 陈树兰夫妇在台经营事业有成 长期投入公益服务 她从她的家乡金门 再来到台东等地都看到 他们对社会付出的关爱身影 而这一次他们还看到了 花莲家福中心 在服务输送上的需要 因此特别马上捐赠一台 八人座的德利卡服务专车 同时还加码捐百万元 让花莲南区四乡镇 有355户家庭 都可以获得4000元的红包来过绝 从董事长手中拿到钥匙 从今后这台专车 就是要来服务花莲地区 需要帮助的人 这是花莲家福中心 办理的环游国际爱公益2024 传爱花莲家福的真正仪式 上个礼拜我们开优惠的时候 主要就讲 主委都是一个好消息 远从金门的好朋友 要来送我们家福中心的小朋友的礼物 但是我们真的好感动好感动 最近因为看见花莲家福中心 在服务输送上的需要 就马上捐赠一台八人座 德利卡服务专车外 同时还加码捐百万 让南区四个乡镇的355户家庭 都能够获得4000元的红包过暖灯 那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抛砖引玉这样子 然后让社会各界更多的人 一起来关心我们的孩子这样 让他们可以更快乐 更茁壮的成长 来自金门的环游国际旅行社 董事长李沃耀 陈素兰夫妇在台经营事业有成 长期投入公益服务 从家乡鸡门再到台东等地 都能够看见夫妇对社会付出的关爱身影 记者高雄双预理站采访报道